大家好,大家好,Ru-chan 今天這支影片大家應該看到標題就知道 是久違的在日居民一日追蹤企劃 這個企劃之前停一陣子 是因為後來有發生一些不太好的回憶 所以我之後都盡量只想要找自己身邊認識的人 那這一次久違的在日居民一日追蹤企劃 我找到的是一位在日台灣人的手工飾品設計師 他有一個自己的手工耳環品牌 叫做The Ivy Tokyo 我知道他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了 而且一直對他的經歷他的故事非常感興趣 那後來認識他之後呢 我有跟他提到我的頻道之前來做這個系列的影片 那他本人也非常的有興趣 所以就促成了這次這個企劃 那我自己跟拍了他一天之後 真的覺得學到非常多的東西 然後也得到很多正能量 那希望透過這個影片 可以讓更多人知道子咪雷莎的故事 還有他的品牌 他想傳達的理念 還有他的一天怎麼過的 那我們就開始吧 今天要介紹給大家的子咪雷さん 是一位手工飾品設計師 同時也是一個小學生的媽媽 又是日本文化服裝學院首位台籍特別獎師 日本的文化服裝學院是世界十大知名設計院校 子咪雷在學生時代就立志前往文化服裝學院就讀 靠自己打工賺取到學費生活費 成功赴日入學挑戰夢想 2013年以院長獎身份光榮畢業 畢業後任職過川九寶林 知名設計師助理等職業 於2015年創立以女兒的名字命名的 手工耳環品牌The IV Tokyo 2021年是品牌創立的第七年 女兒夜經上小學了 讓我們跟著現在的子咪雷桑一起過她的一天吧 為了女兒的健康營養生活 子咪雷桑每天七點起床 為孩子準備早餐和當天的便當 前一天晚上備料 聊天時子咪雷桑笑著說她其實不太擅長做家事 但是為了女兒的健康規律舒適的生活 她堅持每天都要把每一件事情做到最好 Ivy 早上有時候起床氣很嚴重會突然哭 我看到小孩子哭就急了 但是子咪雷當時好好的跟Ivy說 時間早飯的重要性 Ivy雖然在起床氣但聽完媽媽的話 也好好的開始吃早餐 看了真的覺得這對母女的氣氛真好 前一天晚上備料早上還要做便當 跟節瓜一起吃 啊 沒關係 好 這樣就可以了 番茄 還會番茄 掰掰 Ivy 阿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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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門去上學之後 子咪雷就會開始做家事 她說這段時間就像戰爭一樣 因為只要偷懶一下下事情就很容易堆積 哈囉 我叫子咪雷 中文如玩的意思 然後我來日本 第十二年 我現在的職業是 視頻設計師 剛好陽光出來 多棒 耳環的IG在這裡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follow一下 真的非常的美 而且現在子咪雷她還有帶著她自己做的耳環喔 在這裡 真的是超漂亮的 大家可以看她的做工非常的細緻 謝謝你採訪我在曬衣服 因為曬衣服是我家的四樓 這個 自己買地自己蓋的家喔 就是都是自己設計的 全部都是你的天空那種 不管就是發生什麼事情啊 喜怒哀樂 我都會對天空說 她看著你努力 然後看著你難過 看著你 最後我覺得都會回饋給自己啦 今天的天空是不是最好回饋 四樓很棒的地方就是 我們家是可以看到夕陽的 真的很美 像之前防疫期間 我都會跟我女兒在這邊野餐 給大家看一下他們家這邊美美的天空 真的是一抬頭 就是藍天白雲欸 剛才子咪雷上跟我說 她非常的喜歡來陽台曬衣服 我本來還想說 欸就是為什麼會喜歡曬衣服這個時光 然後真的是一走進四樓一踏進來就知道 為什麼 然後大家可以看子咪雷上 大家看到現在可能是在曬衣服的陽台嘛 地上呢 他們這裡還有鋪這個 綠色的草墊 然後走起來非常的軟 因為我現在是沒有穿拖鞋 可是完全不會刺腳很舒服 做完家事後 子咪雷就正式開始飾品設計師的工作 由於忙碌育兒的關係 子咪雷必須把握每一分每一秒 珍惜和作品對話相處的時間 那今天工作之前 她帶我參觀了一下她的工作室 還有每一代的作品 參觀的時候非常的驚訝 精緻的每一個作品 都是在這個小小的房間裡面誕生的 每一個作品都有她的故事 都是子咪雷的人生經驗 來日本的動機 真的就是從小真的很喜歡日本嗎 我覺得大家也一樣都很喜歡日本的動漫 從小時候大家目標會想要當空姐 想要當什麼 我小時候的目標 想要當109裡面的辣妹店員 那是小學的夢想 還有日本的文化啊 歷史啊什麼什麼這些 你去接觸的時候 我覺得最大最大最大 日本最厲害的地方可能就是 是影響我最深的 國中的時候 發現文化服裝學院這個學校 就是那時候我是會看一些雜誌啊什麼的 他們真的穿得很時髦 然後他們都是文化服裝學院的居多 我就想說這什麼學校 為什麼大家可以這麼的 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然後這麼的自由奔放 然後我國中就立志 想要進去文化服裝學院 其實這就是一個不歸路 因為首先呢學費很貴 那我們家是不太可能的 我們家是第一手入伍 然後是那種政府補助的那種 怎麼可能留學 這太好笑了 小學我想當日本的國中生 國中的時候想當日本的高中生 這些都沒有辦法完成 那高中我就不要念大學 我就是要念日本的文化服裝學院 然後那時候家裡也非常反對 對那時候也是被打蠻慘的 對就是因為我們家真的是 只有無限不可能 因為我很愛日本 我是用生命去付出奉獻 然後才有今天的 但相對也很多人會覺得 自己做了非常非常多 怎麼什麼都沒有那種感覺 可是我發現我這樣一路走來 我得到最大的回饋就是 這一路的經驗 原來最寶貴都不是結果 我的故事有起頭 有經歷 然後也有結果了 我覺得東京是一個奇蹟的舞台 走的每一步 不管是拉你還是推你 絆倒你 就是都是它的意義 我有多愛日本 然後我現在感受到 日本也非常愛我 很多人都說我們從零開始啊 好困難 我真的很想講 我是從-100開始的 但是我覺得我現在得到是超過100分 我覺得我的心就是永遠是被填滿的 當時沒有辦法承受那些挫折跟壓力 全部換成了 加倍讓我感到 我做的這些全部都好值得 當風吹來 我在四樓 真的感覺 這個大地 我的夢想 就是抱著我 你在第三題就哭了 我也看我也拍著跟著哭 你們可能會覺得很誇張 可是 我得到最多的其實就是 那陣風吹來 天啊 我走過來 我的畢業之所以都是做這個 有做耳環 有做項鍊 然後跟別增 什麼全部都有做 因為這材質呢 其實算是易碎品 所以在我全部做完之後 我發現 耳環是最不會受傷的 而且呢 我今天跟你講話 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人的臉嘛 第一眼就可以看到 你的耳環好漂亮 給人第一印象非常非常強烈 另外的一個意義是 透過我的飾品 能夠希望大家能夠聽到我的故事 在耳朵上面 我覺得也是一個另外一種感觸 我的飾品呢 全部都是純手工作的 我為什麼要堅持自己做 就是因為 現在2021年 我們其實是活得非常非常進步 人呢就會越來越失去 我們是要更想想我們的初衷是什麼 我們為什麼在這裡 我們當時的夢想是什麼 你的夢想完成了多少 我希望能夠透過我的手作呢 能夠讓更多人 喚起在你的忙碌的生活中 工作也好 朋友關係也好 家人關係也好 最原本的溫度 採訪完後 子米雷為了轉換心情 就換了一套衣服繼續工作 他說每一個作品的靈感 都是來自於自己對生活的感觸 在深愛的日本 和心愛的女兒的每一個故事 每一天都是她的創作原動力和靈感來源 她在採訪時笑著跟我說 只要在日本 她的靈感就永遠不會消失 而每一個靈感 又是她花費許多時間 不斷的嘗試 不斷的失敗 才有這些大家看到的美麗成品 我覺得很值得是當客人收到 然後我看到大家佩戴的照片 或者是有些人會收到之後打一場串說 我的耳環對她來講是多重要 有些人想要帶這副耳環去打離婚的官司 有些人帶這副耳環去面試新的工作 我給予的原來都是一個自己沒有想到 是這麼大的力量 我的信念、理念傳達出去了 成為他們的力量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那是最感動的瞬間 中午時間 Zmire會煮一些午餐吃 她說平常只有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都是煮一些比較簡單的食物 讓自己儲備一些能量之後 馬上可以繼續回去工作 可是只要是和女兒一起吃飯 就會以營養為最優先考量 和女兒一起吃飯的時間比什麼都珍貴 也會不自覺地更花心力 再聽她講的過程也讓我想起我媽媽 真的天下父母心啊 就是因為從小時候家境不好 那我曾經住過就是會漏水的房子 或是沒有廁所的房子 我會很想要有一個完整的家 所以對我來講 這個家很特別的是 原來我住在一個很堅固 我不會漏水 有廁所的家 是一件多幸福的事情 最辛苦的部分就是 畢竟要給自己很大的壓力 就是因為外國人沒辦法貸款 那你就是必須要 反正用現金付錢這件事情 但是也是等於說可以證明 自己在這裡的腳步我覺得 就是我常常都會看我自己的極限在哪裡 我覺得在這個過程 非常的痛苦 但是非常的有趣 然後我設計的這棟房子 它有名字 它叫做 雲的家 整棟房子是 全部白色基底 因為天空真的是我的一切 因為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我都可以對天空請訴 就是要給大家看一下 Follow me 走吧 哇 這裡是這邊他們家的廁所 對我女兒的廁所 我廁所有兩間 這邊女兒的收藏品 玩具總動員 那現在這邊呢 是紫米蕾跟Ivy睡覺的房間 也很可愛 而且非常多的Ivy collection 都是迪士尼 還有小朋友很喜歡的Elsa 那這裡呢 他們就是兩個人睡在這邊 而且Ivy很可愛 只要有客人來 Ivy就會想要跟客人一起睡 對 終於不用了 我在會 Information Ivy要回家了 6000 我便當 armor 好痛 看到如果你 看起來 就很熱門 很熱 真的 謝謝 Ivy有甚麼東西 我替換 真的 是的 痛痛痛痛 我要吃太多了 Aivi的将来的夢是什么? 是红楼 DJ 通常Zemire會煮晚餐等Aivi回家 但今天决定大家一起吃Aivi喜欢的回转寿司 这里放一些照片给大家看平常Zemire煮给Aivi的晚餐 每次我在IG看到这些照片都食指大动 Aivi真的好幸福 因为今天不用做晚餐的关系 我们多出了一点空闲时间 出门前听听Aivi说说学校的事情 玩玩游戏 走去回转寿司的路上 都遇到Aivi的保育员 小学同学跟她打招呼 看来Aivi在学校也是人气王 1个 cookies 2个午餐 最后1个 1个 3个 V祝们 推荬 geldi 整個都要包出來了 我們現在吃完飯已經回來了 Ivy去洗澡 那我們在最後來訪問一下 如果真的很喜歡日本的話 覺得就是先把日文學好 因為語言是最重要的 你只要會了日文 你其實就死不了我覺得 再來就是這個建議會有點激烈 抱歉死的決心 相信自己也可能 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的 我每次都很常講的名言就是 沒有完成不了的夢想 只有不夠努力的自己 如果你覺得你超努力了 我已經努力了 為什麼還完成不了 那就是你只是還不夠努力而已 想嘗過 立刻還到 初情感到 他是做職場 經常那州 mek子 在 вкус 壓 pact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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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由於從從沒用的 爸爸媽媽 你整體睡覺 我來死你 我來死你 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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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死你 哈哈哈 让Ivy上床睡觉后 Zemire又回到了认真工作模式 平常都差不多做到晚上12点睡 如果有活动或是需要赶工的情况 是2到3点睡 Zemire后来跟我分享了 她在文化服装学院拿到院长奖的作品 是使用自己制作的衣服 做成了一本写真故事书 描述了她刚来日本的新鲜兴奋 到经意成长后的思乡 到遇到不如意 糟糕事情时的自我厌恶排斥 到最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那就是做自己 用自己的双手开创未来 Zemire常常在自己的社群媒体 不断说自己的经验想法 她笑着说也可能有人看得很腻 为了确实的传达给大家 她会一直讲下去 一直做下去 也是在提醒自己 不要忘记当年自己的初衷 Zemire说 不管是在现在、未来 她都会带着Ivy好好感受 日本的每一个春夏秋冬 感受妈妈的梦想 感受这个国家带给妈妈的力量 今天采访一整天 让我受到很多感动 不论是工作、家庭、朋友关系 她做的事情都贯彻了她的信念 很真实、很多泪水 却非常动人 希望透过这个影片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她的故事 Ivy影片长度 很可惜没有办法 猜更多的内容进去 如果大家对她有兴趣 可以追踪她的社群动态 相信一定会感受到她的魅力 那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